天气真的很冷也要特别注意保暖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冬至 而受到寒流的影响 全台冷嗖嗖的 本岛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桃园阳梅只有6.7度 而且气象署发布了全台前100名的低温地点 都是低于10度的 前气象局长正名点表示说 这寒流还没结束 南部在今天晚上仍然会有更低温的几率 而且根据各县市消防局的统计 这两天大约有69人 因为内科Oka紧急送医之后 只有10个人恢复生命迹象 在嘉义甚至有一名职业军人 年仅28岁 送医抢救宣告不治 救务人员持续不断按压患者胸膛给予CPR 嘉义是一名28岁的职业军人 从住家社区出门后不明原因突然倒地不起 紧急送医后人不治 检警相关初判 由于患者没有重大病史 疑似是天气寒冷 引起心血管相关疾病造成 详细死因有待解剖在厘清 根据各县市消防局统计 截至21日傍晚 全台有69人 因为内科Oka紧急送医后 仅10人恢复生命迹象 这波寒流温度激动 从云图来看 受到冷瓶流云系 笼罩全台的影响 22号本岛平地低温 第一名在桃园扬梅 测到6.7度 新竹关西7.0度第二名 底岛连江3.8度 金门6.4度 全台前100名的低温都低于10度 前气象局长证明点 更表示寒流还没结束 冷色气延伸到台南境内 南部22号晚间 仍有更低温的几率 这个部分就是要看 整体辐射冷却的条件所影响 那有时候呢 其实冷气空气抵达 中南部的这一带 时间也会比较延后一些些 来看看未来天气变化 气象鼠预估 周六白天天气回温 不过到了下周日 平安夜又有冷气团南下 人体是偏干冷 主要是北台湾降温有感 要持续到下周二起 全台才会再回温 届时呢 是要观察在24号的 这些降落的情形 降水的几率 是没有像金门两天这么高的 民众最关心的跨年天气 气象鼠标是 根据目前预测 东北季风会减弱 而且无观察到水气 可能会是不错的天气形态 不过还是要再持续观察 这几天天气起伏大 民众务必得做好保暖工作 就以杨宗彦王秋明台北报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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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